大面鸡 终于来了 你又来看了 好 终于拍了 耶 3 2 哎 哦 抬起来了 好 现在已经安顿好了 准备开封 试一下 这样一笔其实也就还好吧 并没有搭得特别多 是不是 高一点 7升和10升的差距 看一下这个桶的重量 4360克左右 在这个桌面上直接撑的话 你就不用洗几个盆了 所有的材料多少 这个桶里面放就比较省事 机器的最少揉面量是500克的干粉 然后我强行测试了一下 揉250克干粉 把桶锁紧 放下 低速开始 摔起来了 现在在打的这个面团的 含水量是71% 揉了25分多钟了 面团呢 终于也快成团了 一个450克吐司的量实在是太小了 用这台大机器一直揉了32分多钟 才揉到完全 接下来就来做一个500克面粉 含水量55%左右的测试 先把所有的干性材料放进去 然后一点点的揉性材料 现在室温还比较高 提前准备好冰水 开空调之后的室温是26.6度 先开低速把干性材料搅匀 大概低速揉了2分钟之后加水 这个水量全加进去好了 再揉3分钟 然后用刮板辅助刮盆一次 接着转超高速继续打 好了超高速 现在已经打了8分钟了 是有搓膜了 然后就加黄油吧 加完黄油之后低速 500克的量对这个桶来说还是比较小 所以很多时间都浪费在了空转上面 一直到后期才比较有效率 加面团是23.3 我大概打到24度就出方了 这面团看起来很干 但是它的出膜状态还挺不错的 没有及时停 所以其实总共大概是14分半的样子 50%级的没问题 我就再来做一个71%的 用后选法来打看看 粉试 我打多一点吧 687克 刚刚不是揉了一个大面团吗 然后多出来了一团 这个就拿来当老面放进去 我这次直接把水一起加了 淡奶油 水依然还是用冰河水混合 倒个80% 撞起来 现在显示温度是27左右 先慢速开工 这个量只有稍微大了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炒肉非常多 现在才2分46秒 已经是有南瓜的纹路了 一边转高速一边加上剩余的一半液体 大概用了1分半的样子 水已经全部吃掉了 然后面温大概20度左右 已经有一点面筋了 黄油都量很大 有55克 现在是大概低速揉了2分钟不到1分半 黄油已经差不多吃进去了 3分钟的时候加入剩余的水和冰块 超高速打面 它运行的时候我摸了一下它这个桶边 温度还是蛮低的 然后现在显示的面温是24度左右 底下又更干净了 停 先看一下它到底是多少度 面温大概25.5 挺薄的了 而且破洞边缘也比较光滑 在高比克U10去年其实它也就已经出来了 但是我当时觉得它可能刚太大 需要揉很多的面 所以我就没有考虑它 直到我今年在上课的时候 看到老吴用了一台这样的机器 是可以抬头 并且可以取筒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对U10非常的有兴趣 现在拿到了这台机器之后 我发现其实它的揉面量 并没有我想象的需要那么大 两个450克的吐司 其实它就可以揉得出来 只是相对来说 它可能需要的时间略微长一点 它是一次可以揉16条吐司的 如果揉的量是多的话 其实它的揉面速度是会再快一点 可能在15分钟之内 现在加上养用的7升的厨师机 打面团的话 最多是可以打6条450克吐司的样子 打到4条以上 可能厨师机就会有一点位移 然后这台机器 是不会有位移的情况的 因为它自身的自重非常的重 然后它在打面团的时候 也不会有抬头 也不会有晃动 就稳定性会好很多 那这个揉面机呢 它相对于厨师机来说 它的缺点就是它只能揉面 当然我也看到有私房的小伙伴 拿它来打香肠说非常好用的 如果说你们有打香肠 就打肉馅的需求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它 我用的这台高比特的U10呢 它配的这个是一个冰桶 里面是有一些冷凝剂的 但我觉得家用的话 其实就用不太上 因为这么大一个桶冰箱 是找不到地方把它放进去的 除非你是有那种大的冰柜 但是标配呢 就只有冰桶 所以你没得选择 你可以用大量的冰块下去揉面 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桶是比较结实的 冰块不会把它漏坏 而且它的转速不高 冰块也不会蹦出来 因为这台机器它自身有面温显示 而且它的面温显示 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 在打面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需要再额外的去测面温 你直接看机器上那个显示就可以了 这一点就比厨师机要来的方便的多 我在用厨师机揉面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用一个这样的红外的测温枪 但这个测温枪 我就买过好几台了 买一台换一台 这台机器它就只需要 看着机器上的温度去打面就行 温差我测过几次 几乎是在一度以内 小丝房的打面量 我觉得它一台就可以胜任了 它的体积其实也并没有 比一台七升的厨师机大的特别多 我觉得就略微大那么一些 你找一个固定的地方把它安放下来就可以了 但你如果需要打比较多的面团的时候 用它就可以轻松很多一次搞定16条吐司 那么对于家用的小伙伴来说呢 我觉得如果你要选择这台机器的话 你的揉面量每一次是要在至少两条吐司以上 比如说你家里人比较多呀 或者是你会经常做一些面包之类的 分给你的好朋友啊 你就可以用这台机器 配合厚水法的使用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揉不到的问题 如果你是每次只做一条吐司的小伙伴 你就绝对不要考虑这台机器 因为不适合你 A10它也是可以显示面温的 然后呢打面的效率跟这个是一样的 那它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A10不能抬头不能举筒 但是它价格便宜的非常的多 比一台七升的厨师机只贵了两三百块 这一台U10呢抬头它就比较贵 它比A10还要贵个一千多块 对于高比克的这两台机器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下面UKOEO的旗舰店 或者UKOEO高比克企业店 找客服直接把我的名字 无敌兔咨询就可以啦 它一定是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好 那我们今天高比克U10揉面机的开箱测评 就到这里啦 如果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 然后转发给需要的小伙伴 永远好奇 永远做自己喜欢的事 我是无敌兔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